Hello 大家好,這次就想說一說我四年前出來社會的第一份工作 很久都沒有說過閒談系,是時候都要說一說 首先說一說我做的那份工作的種類就是服務性行業 店鋪應該也有去過,如果有買菜的話就是一間超市 名字我不說,Logo紅色的 我記得我當時是同一個朋友去做,這是兼職時間來的 我記得當時做的時候第一天就是去學習 例如工作是做什麼,要做什麼工作,有什麼要做,有什麼要留意,大概是做這些 我記得有什麼要做,說一說,通常都是收拾貨 收拾貨、搬貨那類的 搬貨呢 就會有一輛貨車,每幾天就會來一次送貨 你要做的就是把一些貨 搬回去有某些放貨品的地方 譬如米可能是放第三格的 你就把那包米放到第三格,然後再搬上架 這樣就要上架,這個就要上架 可能如果太多的那些就放在這個倉裡面 放在這個倉裡面 這些就不是我選擇的,這些就是老闆選的,就是這個經理 經理決擇決定或者是另一個副經理去決定 然後還有什麼要做呢 另一個就是做收銀 收銀完我自己也做過 第三天他就已經推了我出去收銀 要知道當時的我呢 四年前的我呢 就比較不說話 也都不太懂 也都是很怕殺什麼都不說那些 但是他就推了我出去這個收銀做 那麼都...都... 一開始就不太熟 但是就學了三個小時之後 就放了我一個人在收銀機上 那收銀要做什麼呢 那跟普通收銀員一樣 就是問他有沒有交袋啊 需要不需要交袋啊 埋單的時候問他有沒有儲積分啊 那類的 我記得呢 做收銀很大的麻煩之處就是呢 如果你剛剛上手剛剛學的話 有很多東西你不懂的 譬如說 如果你剛剛出來社會做事的話 你有很多東西都不熟的 第一樣就是信用卡 你知道呢 有些香港人就不帶錢出去的 不帶錢出去不但還是給信用卡 你要知道信用卡這件事 對於一個... 對於一個剛剛出來工作的人 當然就不會熟悉 也都可能有些人熟悉 那我就不是熟悉 我就是屬於不熟悉那類 那信用卡要怎麼付錢呢 那可能就是... 錄卡、拆卡 插進去那部機器裡 然後就給你打密碼 有分幾種的 那我當時就不懂的 那現在有些什麼呢 就是現在想起信用卡有哪幾種呢 EPS、Master、Visa那些 那些 還有什麼我都不知道 我只會說出這三個 對這三個 然後就是這三個 我記得當時我都不太懂 怎麼去搞信用卡的客戶 搞了很厲害 可能你看到我 有些人就一千就搞定 通常熟悉那些就一千錄完 然後還說 打密碼 不會那麼兇的 這裡輸入密碼 大概就是這樣 我記得我當時插可能三四次都未必可以 然後我就會問他這張是什麼 或者是他會跟我說這張是什麼卡 你知道有些香港人很厲害 什麼都不說 我把這張卡給你 又不說這張是什麼卡 什麼什麼卡 不會說的 自己把這張拿起來 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我當時 什麼信用卡 我都不懂 當時我記得就是 這件事最令我困擾的 是其中一件事 而之後收穩其實都沒有了 最煩的就是有時候來換東西 有時候換東西要在貨倉拿東西出來 那我的做法就是 收穩那裡有個鐘 按個鐘之後就會有同事幫忙 當然要看看有沒有同事 我記得 我記得 自己做收穩的時候 我按鐘 經理是不會出來的 有些時候 經理是不會出來的 我經理不會出來 然後 然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不出來 有時候 他也很少做收穩 只有我們的小員工做 真的只有很少 然後 這件事都令我最深刻 這件事都令我最深刻 收穩就說完了 那說一下我為什麼會辭職 我記得 當時有一天就是 八號還是十號封喉 八號十號封喉好像有什麼津貼 我忘記是不是有津貼 但還是多幾十元 我的工資就是最低工資多一點 非常之少 你當是 你當是 可能四十多元 四十或者三十多元 我忘記了多少 我忘記了多少 有一次就是十號封求 你知道十號封求 香港很多人買東西 很多人買東西 不知道買什麼 世界每天就買鹽 什麼都要買 什麼都要買 所以搞到非常多人 來買 令到很長的長龍 L字形的長龍 嗯 真的做了很久 可能休息也沒得休息 可能做完深刻就要搬貨 很多東西搞 可能你休息 即是吃飯時間都沒有 吃飯時間我們就 嗯 半個小時 因為正常就一個小時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半個小時 我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很白癡 有什麼可能半個小時吃一個飯 真的想都想不到 想都想不到 為什麼可以這樣 對了 先說回十號封求 八號封求 非常之累 大家都一直做 做了很久 我記得我當時是回三點 下午三點 然後收十一點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奇怪 回三點 然後放十一點 我記得當時做到十點半左右 才收鋪 好像十點半左右 收鋪 然後就非常累 然後就跟經理說 不是跟經理想想想 我忘記事情是怎麼發展 但後來我就 後來我就說 有一點辛苦 跟經理說 經理就說 我都留下了這麼晚 然後我就回家 經理好像九點多鐘就離開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經理可以這麼早就離開了 即是九點鐘就已經消失了 然後他還很厲害地說 我十點多才離開 然後他真的十點多就離開了 真的 因為十點多他就馬上離開了 我不知為什麼 十點鐘 剛剛收鋪來講 其實很多事情要做 要做什麼 首先掃地 收貨 收貨就是可能收拾乾淨的架 不會有垃圈的東西 可能有些東西不同 就是 咖啡和阿華鐵放在同一架 這麼大就不行 收拾好之後就是掃地 掃完之後就是洗地 那個店舖就有個洗地機 那部機就非常麻煩 你一推出去的時候 都比較輪盡 因為那部機器都蠻重型的 你當是吸塵機 大吸塵機 可能 你當是一個大人吸塵機 很大塊 要慢慢地推出去 它就會在底部有一個噴水的裝置 一邊噴洗潔精 一邊有一個拆 拆拆拆拆 通常就是這樣洗地 基本上每天都要洗 如果你 不會說不髒就不開 每天都要洗 這個就是收舖的工作 我自己就沒有做過掃錢 因為我這些初級職務員 就不會做掃錢 這個就是 那一天的收工 之後 那一天 十號風球假日 我就馬上打電話 跟他們說不做 然後他問我為什麼 我就說我媽媽不讓我做 我最喜歡就是拿家人 你跟我說 我媽媽不讓我做 我媽媽不讓我上學 我媽媽不讓我做 我媽媽不行 大概我通常都是這樣 因為這個都是我媽媽咬我的 我就這樣說 然後就隔了幾天都沒有做 然後後來聽同事說 他的經理就周圍跟那些職員 即是我的同事 就跟他說 他媽媽不讓他回家 他就笑死人 大概是這些 他沒有說笑死人 但是我 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周圍跟他說 最記得就是這樣 最記得就是 公司的東西就是 可能是 怎樣 可能是 就是 啊 為什麼他會推我出去收銀 是因為當時沒有人 二來就是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一起跟我進來做兼職 他就跟我說 當然找你做 難道找你朋友 你的朋友的樣子這樣 我記得 很記得 真的很記得 然後我回來 同事說 他覺得你這麼壞 這句話我真的很記得 真的很記得 當然我沒有跟朋友這樣說 然後我跟朋友都很久沒有聯絡 對 這些事情我可以記很久 大家有看我的直播都知道 有些事情 開心不開心也好 我都可以記很久 對 特別開心那些記很久 特別不開心那些記很久 特別生氣那些我都可以記很久 譬如這一宗 又不算很生氣 但是屬於比較深刻的事件 對 後來另一個 就是教我做收穩的 我都走了 那一天 就是跟我同一天離職 他都覺得很不行 還有就要 轉工 對 轉工 那我自己就覺得 我都不是很行 對 不是很行 因為 首先講一講 十號風球 自己一個是 很 一件令你 想 就是令你真的去行動 的一件事件 其實可能 有前因後果 就是在這個十號風球的事件之前 那我就不太明白 為什麼呢 我和我朋友一樣的人工 對 但是 我要做的事情 就多他一樣 就是收銀 你要知道收銀其實都很麻煩 很多事情做 因為你知道那個收銀 可能大家不知道 收銀機那裡有個 有個 有個 錄螢幕可以錄它 那我都屬於高科技 高科技都比較複雜 要學他一事三一是不行的 一事三一是不行的 但是 我朋友就只做執貨 我就要做收銀加執貨 接著他跟我出的薪金是一樣 那你問我 我自己覺得 一份工作好不好看人事的關係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看人事工作分配問題 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讓那個人覺得 我和他一樣人工 但是我做的要辛苦他一倍 這個已經是不公平的表現 一個不公平的對待 我和他一樣人工 我和朋友一樣人工 我就要做多收銀 他就只做執貨 你知道執貨一定是輕鬆很多 因為執貨不是經常都有貨 你不是經常都有客人在搞亂 你通常有小孩走過 可能要撿一撿 但有沒有這麼多小孩走進來搞亂 就算有 都是可能一兩鑊 一人可能三四鑊 但你收銀是長期都有人給錢 長期都有人要拍 多麻煩 雖然說你在收銀也可以用電話 但是那個幾秒 或者一分鐘看屁嗎 但是你收貨不同 收貨你可以去廁所 你收銀怎樣去廁所 收銀去廁所要按鐘找人幫忙 接一接 三分鐘要出來 啊! 那三分鐘出來我又記得一件事 我記得當時我做收銀 去廁所 三分鐘 我三分鐘 兩三分鐘 接著進去 接著一分鐘都未夠 已經立即我朋友叫我出來 接著那個經理叫我 已經吵到神經病了 吵到神經病了 真的 去廁所你都要吹吹吹吹 真的 我真的頂不住 我這樣做 這個就是我最記得的經驗 這個工作 對這份工作 對這份兼職的工作 我真的不太好 對 一開始就先說第一件事 工作分配不公 那時候我真的認為為什麼我 就是他會覺得我做的事情 就是 或者是這樣說 為什麼我會 很大重念 我會有這樣的感覺 為什麼我會大重念 令他覺得我可以在 升任到這個收銀機 真的第一次覺得 為什麼我會 比他好 就是他會覺得 他醜醜不要放他出去 他比較帥氣一點 放他出去 大概都會這樣想 我第一次這樣想 就是第一次覺得 為什麼我會這樣 我的樣子 我醜醜一點 就是可以做收銀機 就是做執貨 就是他做法 讓我覺得這樣 當然是 就不是我自己 立刻這樣想 是他的做法 讓我這樣想 當然 當然 然後 第二件 讓我覺得不太好 就是 剛才說過 進廁所還未夠兩分鐘 三分鐘 就立刻叫我出來 喂 大哥 你收銀 你不是鐵人 大哥 你一定要去廁所 你不用去廁所 那你請 那你請 自助式 你自助式 給錢就可以了 叫我出來拖嗎 就是這樣 令我很 很煩 你覺得很煩 就不想做 對了 大概就是這樣 辭職理由就是 當然我跟他說 就是我媽媽不讓我做 辭職理由就是媽媽不讓我做 但是背後可能有很多原因 你不知道 那個經理不知道 除非他現在看回他的影片 然後說我是經理 我連他姓什麼都忘記了 我連他姓什麼都忘記了 然後 講一講主要理由 辭職理由 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 可能十無封後 那天都沒有什麼措施 可以 沒有什麼措施來 幫員工打氣 真的沒有好好慰勞一班職員 我覺得 你八號封後十號封後 大家都累了 然後你就說 我都做了十點多 然後就走了 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經理 要所作所為 因為大的就要看著小 就算你不要說 加薪、加錢 吃一點點東西都可以 吃一點點東西 就是電影都沒那麼 沒那麼卡 你東西都不吃 然後就說 我都做了這麼多東西 我當然這件事不相信 第二件事就是 工作分配不公 第三件事就是 沒有 第三件事媽媽不讓我做 就是這三件事 工作的期間 我都有一件事很深刻 就是 真的覺得 香港人 真的當你是一隻狗 服務業 真的 我真的 我做過很多 我做過多少份呢 我做過兩份 兩份 這一份就是其中一份 我記得有一次 有一個主婦想買東西 那我主婦就問我 你知道什麼啫喱 啫喱在哪裡 然後我帶她去 我跟她說 那些啫喱都放在第一格 放在這一格 然後她就說 不是這一隻 你不知道哪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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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呆了 然後她就說 你自己在這裡看 或者她也沒有說 她就說 你不知道哪一隻 我就覺得這傢伙極度不尊重 這些我都會記一輩子 那些主婦呢 很囂張 那些主婦 真的 我自己覺得服務業 其實都不是說 不是說 不開心 真的都OK 不會說太大 但是經過這一次之後 我覺得香港的服務業 真的很難頂 真的很難頂 尤其是那一項 你不知道在哪裡 嘩 那一句串 簡直串過碼頭菇里 那些 那些真的 爛仔 那些真的 對 那這件事我都會記很久 因為很深刻 很深刻 很深刻 另我也覺得香港真的 真的 真的 更怪了 覺得服務業就是真的服務你整輩子 或者是 所有事情都要服務你 自己不會去做 就是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可能 你自己可能 你想要那件事 你就問餘工 那那個餘工可能真的不知道 或者是他新來的 那就不知道 真的有什麼出奇 但是他就 不管 對 好 今次來到這裡先 說了這麼多 有很多東西說 我怕我再說 又打爆了幾個螢幕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事情 察力 此 suspend 下旅行 的